那當然你要用 怎麼加就怎麼 把它那個清回 變成說這四種 那你變成要四種方法 特別注意喔 所以清除的話 我們乾脆 把那個什麼 把剛剛的這一段程式好了 再加一個啦 原因是把它複製過來 叫做把它改一下 本來叫做 多重格式 這個叫做 成績 格式清除好了 把它清除 那清的方式的話 特別注意第一個 我要把它改回 改回原來的顏色的話 那最簡單方法就是 改回黑色就好了 有沒有 所以你這邊的話就改什麼 RGB 0,0,0就好了 OK第一個 改回什麼 黑色 OK這邊的話呢 第一個 改黑色 因為原來就黑的嘛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底色 把它去除 所以底色怎麼樣改回 原來的顏色呢 特別注意原來什麼顏色 原來應該是 這個 應該是沒有顏色啦 透明了才對 不過之前有個想法 如果把底色改為白 因為看起來是白的嘛 所以如果這個地方的話 把它改成白的 可不可以呢 其實 如果將來列印應該是不影響啦 只是說看起來有點怪怪的 我資金給各位看一下 像這個地方 改回來 這個我已經把它改黑的了 所以它字 A已經改為黑 沒問題 B的話呢 已經改成白的 但是 你會發現 它有一個問題 是什麼 它的那個 輔助線不見了 不過 我跟各位講啊 輔助線 其實是 畫面上才看 列印是不會影響 所以其實這樣倒也OK啦 只是說 有些同學就覺得 看起來 不太舒服 老師這邊掃一塊 那邊掃一塊 感覺就不是OK 所以怎麼辦喔 可以讓它完美的 讓它消失 特別是後來我再找一下 官方裡面的說法 因為書裡面很多幾乎都沒有 提到這個部分喔 所以後來我就找到一個 比較稍微接近我們要的效果 那個效果就是 把color 這個什麼 interior color 本來是改成白的 可以把它改成沒有顏色 沒有顏色怎麼敘述 特別是喔 如果沒有的話呢 在Excel VPA裡面叫做 XL NUM 特別是喔 這個 NUM嘛 前面是 XL 記得不要打成 XE喔 之前好像打錯了 顏色全部 亂掉 那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現在輔助線不見了 如果我把它改成 這個沒有 XLNUM的話 那你會發現 這個框線 就恢復了 OK 所以特別是沒有顏色 是XLNUM OK 然後 框線怎麼去掉 框線的話 特別注意喔 也是一樣 如果你用color的話 Bolders Bolders Colum 那我之前的做法 那我 當然也可以把它 它不是白的啦 那你不能用灰的 所以怎麼樣 我乾脆跟剛剛一樣 把 Bolders後面 把它改成 XLNUM OK 但是喔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完之後 理論上應該也是 沒什麼問題 但是呢 眼尖的同學就發現 這邊好像似乎 有那麼一點不一樣 有嗎 如果你看不出不一樣的話 表示你應該有點色盲 或者你對顏色 可能判斷 沒有那麼 這個 其實我剛開始 我也沒有特別發現 是後來同學跟我講說 老師這裡好像有點怪怪的 顏色好像不太一樣 我說有嗎有嗎 後來我發現真的 仔細看是真的有啦 後來我真的也是查了一下 這個官方的說明 發現喔 如果你要真的把它去掉的話 有個方法 就是你 特別注意喔 還蠻妙的喔 他這個Color 後面要加index 你變成要 Colorindex是沒有 你用Color沒有 它是那個顏色 如果你 Color後面加個index的話呢 那你再把它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喔 他的框線 就恢復啦 這個我也是找半天 因為我發現很多書裡面 都沒有提到 OK Colorindex 那最後的話呢 要把什麼 把這個 第一改成 沒有初體字的話 那 當然我剛剛講過啦 要的話就1 不要的話就0 或你打FORCE也可以啦 把它執行 全部都恢復了 如果你要清楚的話 再來就是 把裡面的資料 Delete掉就可以了 有沒有 A B C D 這樣的話呢 把它執行 他就會 先清掉裡面的資料之後 再把格式恢復啦 這樣就比較完整了 OK 其實喔 假如說你不要這麼麻煩的話啦 其實還有一招啦 就是把整個範圍 這個 這個輸出之後 你可以怎麼樣 這個我先把它註解掉 註解掉 工具列按右鍵編輯 把這個註解 我好像之前跟各位講過 這個可以註解喔 其實呢 你只要寫一行就可以了 寫什麼呢 寫用RANGE RANGE呢 這個範圍哪個範圍 H2 到H7 H7 打錯了 應該是N RANGE 然後這個雙引號 到這個範圍 點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 點CLEAR就可以了 CLEAR CLEAR CLEAR就清除全部啦 不過呢 清除全部有個缺點 就是說它連 字跟格式 全部清掉 或者你如果要清除 那個格式的話 就CLEAR什麼呢 點CLEAR FORMAT 也可以啦 只是說這個CLEAR FORMAT 變成只有清除格式 那如果要清除全部的話 你用CLEAR 這樣的話呢 它執行 一行 就全部清除了 OK可能會更快啦 只是說這個CLEAR的缺點 就是說 可能 不要清的也會全部清空了 那反而會是有問題的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清除格式的部分 第一個就把字改黑的 第二個的話就是 底色變成沒有 就是加上 XLNUM 那框線沒有的話就是 COLOR INDEX等於沒有 那字的話呢把它改成0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喔 加上去喔 那另外的話怎麼把它 個別的改回 他原來的格式 那當然如果你要 假設把你的那個格式是全部清空的話 那還有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那個範圍 點CLEAR CLEAR就是清除全部 就把它全部清空 這也是 一個方法 不過可能你還要試 你那個範圍的 這個 這個儲存格是不是 有沒有加一些 固定有的格式 如果 像框線 如果 有些固定有的 你把它清 掉全部的話 那變成什麼格式都會消失了 這可能要斟酌一下 就這樣喔 嗯 谢谢观看